Hello 你好 我是Aaron 周梓君 Hi 你好 我是Aaron 周梓君 今天是2020年12月28日 現在是2021年12月28日 最喜歡的戲 糟糕 甚麼戲 劇行不行 又是要找電話出來滾 還有另外一隻 那隻叫做甚麼 又是要 應該要 轉行 如果現在這刻轉行 我做甚麼都行 這一刻想出走去哪裏旅行 為甚麼 離開香港 離開香港就行了 離開香港就行了 但回來要隔離 未來這一年有甚麼目標 我去年也是這樣搭 今年也是這樣搭 沒甚麼特別的目標 都是好好地做好自己做的事 我想再更加 更加 更加 接受一些東西回來 好像有一種預視是明年 會是一年多重要的一年 2022年 對你自己來說 對我自己來說 SA演員 還是所有 SA SA 這個行業的從業員 都是頗重要的一年 就是會 看到自己種落的果 會開到甚麼花 還有這朵花會去到多遠 我看看你是不是這樣搭 有甚麼目標 未想 未來這一年 真的未想 如果 如果真的要的 先想 你不是這樣搭過 去年元朗 那人會變的 你說跟去年一樣 是不是 我不記得 去年 今年發生了很多事 今年也發生了很多事 都多 今年都多 如果 今年的答法 跟去年的答法 是一樣的話 那都是 有兩種檢討 一是那種堅持 依然未達到標 或者是那樣東西 你今生替顧了 是令到你 去 完全相信這個行法 否則 怎麼都會變 在過去那一年 有些甚麼事情是第一次嘗試的 第一次嘗試 有沒有試過吃水果 今年有沒有 但都不是叫第一次嘗試 你知道如果一年裡 第一次嘗試吃水果 都好像 好像有 不知被人無端端偷了 算了 忘了這些不好的記憶 早已 五日了 拍了一套連續劇 連續劇的經驗是 是 是一個 在 演繹上的 進步 這套連續劇的名字是 是 IT9 是在 是在 ViuTV上播的 IT9是否是私立劇 IT9不是 IT9是一個 很多 就是受眾很廣的劇 target audience很廣 因為 表面它似是講 IT這個行業 但背後的意思是 講人和人的關係 但之前未試過拍連續劇 未拍過連續劇 喔 是單元的 全部都是比較單元 一兩集 全部都是單元 一兩集的主角 這次就是二十集連續劇 是 有一個 叫做有連續戲份的角色 你有拍《醫院的自我修養》 那個是短劇 短劇也未算是第一次 你又對 總之是一個在電視台播的連續劇 電視劇 就是什麼 好 你上年是回答什麼 上年是回答什麼 我在過去一年裡 第一次回答 我記得我回答 不知道是 第一次試 你回答什麼 你記得嗎 第一次試經歷2020年 第一次試經歷2020年 是這麼圓的 你回答 第一次過了2020 Yes 好厲害 還有今年學了一個新技能 學日本公道 其實我挺期望我對下一件事有興趣的是什麼 嗯 很有趣的 我也因為今年的一些拍攝 我學會了很多新的東西 嗯 還有我從來都是因為拍攝 學會新的東西 是會長久過我自己去找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去找一些新的東西 就不知道為什麼 在市林裡拿一些東西來 就好像公道那樣 順便有學的 今年明知學在公道 那些東西都在我上課的時間 我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去公道 但是我依然很喜歡 我依然會保持 有機會我回到 但是因為今年拍攝 就不知道 煮東西吃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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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去 接著 接著 要學鋼管舞 這麼有趣 我完全沒有想過這些會來 但是 有嗎 就會 你最近最苦惱的事情是什麼 做什麼 和去年一樣 一、二、三 老的事情是什麼 想剪頭髮 我想剪頭髮 那為什麼不剪 因為不知道 接下來的造型是怎樣 你去年可以說得冠冕堂皇一點 不是 去年是剪頭髮 今年也是剪頭髮的 也想剪的 但今年是想多一點頭髮 我已經開始看到那個沙漠 我又不覺得 你大方 你得體 所以你不覺得 我甚麼大方都看不出來 即是你告訴我你不覺得我 我真的不覺得 因為我們經常會說一件事 就是Aaron皮膚很好 所以他現在沒有化妝 沒有化妝是這樣 但我已經化妝的印都仍在 我反過來給你選擇 你全景皮膚好還是 很難選擇 我不是小朋友 我全部都要 太貪心了 那你呢 如果給你選擇 你這刻問我手說頭髮選擇 對 因為沒有的人都想要 怎會我想告訴你 如果可以回去跟上年的你講話 你會說甚麼 正確你回到戴著帽子 穿著短袖衣服 戴著眼鏡的Aaron說 你會說甚麼 說甚麼 說甚麼 沒有 都會看著他 真的會看著他 我仍然是覺得 人與人之間 雖然 今年比上年多了很多 見到大家 即是聚集的 機會 但是 依然是你切切實實在一個人面前 你和他四目交頭的時候 你看著 你會看到 你的感受會更加大 以前我會覺得 是 不接受 最平靜的自己 就用很多 東西去 令自己 你好像比較容易被人接受到 但是 要接受自己本身是甚麼人 或者接受自己 那種好、不好、正常、困難 都是一個自己的課題 沒有必要硬斑斑去做一個 一個面具出來給別人看 而那個面具 原來 去到最後會傷害自己的 這個是今年 你會感覺到那個不同 所以我看到 以前的自己的時候 我都會看著他 因為 我依然會珍惜我 過去令到我去到 一年前的自己的經歷 那不過 他是不是一個故人 他不是 他只是一個 在我心裏面的一個小朋友 他在我心裏面的一個 會 偶爾跟他聊天 哎呀,我掛念你 你怎樣?你多好嗎? 我很喜歡那種 以前你 在很多人上都會 做笑 或者令到人 點點點的人 那種沒有那麼多顧慮 但是 但是現在我又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那 我不知道好還是不好的 不過 你一個可以的 我有你做過根是可以的 這樣吧 我跟自己說一番說話嗎? 反而不會想說 想看著 想看著 對 對 看著他 看清楚 是怎樣的 不說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你又… 即是你又… 我又不想… 我又不想劇透 好的 你自己到時會怎樣 你不想未來人 改變他的決定 我看著你 我19年的12月18日 我都會覺得 他都很想看的 反而如果他看到我 他會更加想想我會怎樣 所以我不會怎麼說的 因為去年也挺熱的 去年還是沒有現在那麼多 你過去一年買了最貴的東西是甚麼 最貴的東西 今年就… 我也是買玩具 鐵拳浪子的一套特別版拳套 有賣碼家的簽名 最貴的都是這一套 多貴 有沒有這個數 五位數沒有的 沒有 四的 四的 中間 中上 哇 你真的很喜歡 我很喜歡 這是其中一件 我覺得挺能夠界定自己的東西 如果問到別人 別人問我Aaron是怎樣的人 你就會回答這一個 他說他不吃水果 他很喜歡鐵拳浪子 他也是剛好在我一個 人生對的時間出現 我看到這本漫畫 所以他也很影響我 有些等同於我喜歡Robin Williams 和喜歡Jim Carrey一樣 即是一個人家 這一刻 有些甚麼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 對於我來說很重要 明天 無窮無盡的明天 有一個確訊是明天會來 就算你未知 可能不知明天自己會做甚麼 或明天會發生甚麼事 但明天會來 只要相信的時候就可以了 因為 沒有事比明天重要 對於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對於你來說是最重要 我不記得 這個 努力生活 好 好 還有沒有 沒有 最重要的 努力生活 算不算都是明天的概念 我覺得有點不同 努力生活有一種當下 明天有一種盼望在裡面 對 開始會是一個循環 當你寄望明天的時候 明天發生完 然後明天你做了自己 所有 你做了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原來 下一個明天已經在來 那就這樣 家人今年有沒有給你壓力 家人 壓力沒有 但是 會有些奇怪的問題 是的 特別是我婆婆經常問我 有女朋友沒有 帶個女朋友來 還有我婆婆身體不好 她今年也出入醫院 她現在也在醫院 她都問我 有女朋友沒有 結婚沒有 要抱孫 你可以抱著Cole的兒子給她看 我答她是甚麼 我答她是甚麼 我答她就說 行了 我每次帶一個不同的東西來給你選擇 你選擇誰告訴我 然後我以後帶那個人過來 小朋友 可能有很多 我每次帶一個過來 你都看不完 那她對你這個答案是怎樣的 笑一笑一笑 下次再問她 還有她也會 她有問我 她說 你做甚麼 你 你怎樣 你甚麼時候可以看 我說有的了 很快的了 很快電視可以看 本來今年年中有一套綜藝 我也有叫她看 但是那套綜藝 播放的時間很尷尬 播了幾集 然後去了歐國杯 然後播了幾集 然後去了奧運 她又看不完 所以我都 我都期待她看到 跟著劇集的照片 所以沒有的 是不算壓力的 我自己都心急 因為都跟時間競賽 過去一年 有沒有甚麼好正面和開心的事 沒有甚麼特別 會站出來的事 但總共也不錯 總共也不錯 總共也不錯 我覺得我今年遇到的人 都很好 遇到的人 大家都可以共同成長 還有這些人 不單止只是當刻 我有個預感 我今年遇到的人 他們將來都會很好 還有這些人 不單止只是當刻 我有個預感 我今年遇到的人 他們將來都會很好 有甚麼好說 今年也會這樣 下年 看下年你會不會再看我 希望你還記得我 這個要不要看 這個也是 也是會看 好 是 是 是 對 至於去年我都沒有 沒有甚麼好說 下年我還是看著他 OK 都是看著他 看著他 OK 看著他 好 要好好忙 我覺得有時說得太多 人與人之間 雖然都要用言語表達 去告訴對方 自己的想法 但是有時候最親切的反而是 你坐定定去看著一個人 而給那個人 一個眼神上的交流 好 我覺得這樣是最親切 那你想在這個頻道 《十六比交》裏面做到甚麼 我也想開發多一些 開發多一兩個個人節目 關於甚麼 未知 未知 我想 因為 因為最近 應該到我要做暗格 我也未想到暗格可以做甚麼 這時候 近年尾 其實兩三個節目 我也有跟Ivan談過 但是 現在也未有 方法去行 我需要 坐下來想想 這幾個節目是否 只是當刻那一刻 一時衝動我想去搞 還是 我原來這件事是 真是 自己想在這個頻道發生的事 因為經歷過一年之後 我知道 其實 有甚麼東西在這個頻道 我個人會覺得我會帶到進來的 還有 最近跟一個導演朋友都在聊天 發覺 對於創作上有些方式 他啟發到我 就是 他未必很急 要去拍 電影 或者很急想去拍電影 但是 他會很急去找自己下一項想說的事 而他找了之後 他可以等 時機成熟的時候 可能在說年 以年理計 等事情發生 我不知道這個頻道 或者我會在這個頻道裡面 一分之會有多久 但是 我覺得這件事是 最貼近我當初想在這個頻道裡面做的事 就是那件事 會是忠於自己的 那件事是想在這裡發生的 那件事不是為了 是一些經歷